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击站 让女观众尖叫的不是电影中铁龙和擂台上的格斗 而是彭于院惊为天人的肌肉 这部电影之后彭于院成了很多很多很多女人的老公 功夫 周星驰年轻的时候腹部虽不松弛 但也丝毫没有腹肌的痕迹 反倒是随着年纪见增 亲爷对于自己的身材要求反倒越来越高了 老炮 下来以胡扎和嗓音征服观众的张寒宇 在老炮六爷以及炮王小飞面前笑了一次肌肉 虽然知道是假的 但也满足了观众对于大叔张寒宇的意淫 金刚狼 人鱼线的大名单里怎么能少得了我们爱裸奔的狼鼠 虽然退休作品里狼鼠裹得严压实实的 但早期作品里都少不了秀色可参的那一幕啊 美国队长 从肉不禁风的废柴 到堪比健美先生的美国队长 克里斯艾文从那一身肌肉出炉的时候 配合着画面那真的是鲜嫩到冒着热气啊 你就说像不像一锅刚出龙的烧卖 终结者 说肉怎么能错过我们的周长大人 作为曾经这个地球上行走的最强人鱼线 施瓦性格的腹肌几乎可以称之为妖宿 摔跤吧爸爸 既然说到大叔秀肌肉 又怎么可以错过印度国宝阿米尔汗 说到这部电影 阿米尔汗的确让无数男人汗颜 几个月的地狱训练 从超大好的啤酒肚到魔鬼筋肉人 这种过程简直比拍一部好电影还难以想象 但人家做到了 好了正所谓五月不减肥 所有都浪费 今天的腹肌故事就说到这里 看着屏幕上的小包总 以及我们的汉叔 那些健身卡 办过就算去过的人 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 健身房是什么地方 就是那个花了几千块钱包年 然后只是去洗澡的地方对吧